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家特殊的餐厅 因为它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 位于59号公路和Gasner交叉口的 Maharajabong印度餐厅是来自印度的连锁餐厅 日前是在印度、迪拜和美国三个国家营业 在TripAdvisor网站上被评为是 修损6000多家餐厅当中的前200名 我们去认识一下他们都有哪些特色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美南国际电视 那我现在所在的是我们的59号和Gasner旁边的这家印度餐厅 那么这家的印度餐厅非常有特色 就是说所有的客人进来之后 你不需要自己去选菜 也不需要自己去看菜 他所有的服务人员将会把他的菜一盘一盘地端上来 让你自己来选择 直到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吃到有饱腹感为止 Maharajabong餐厅却是以素食为主 负责人告诉我们 他们餐厅没有冰箱 所有食物的材料全是当天购买 也会当天用完 绝对不会使用储存过的材料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厨师也不知道隔天餐厅会提供什么样的食物 因为他们一个月30天的菜单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厨师都是在前一晚很晚的时候 才会接到通知 隔天一早再去准备 一走进餐厅立刻被服务人员的热心感染 他们首先堆上一盆温水让客人洗手 紧接着便上菜 平时约有5到6个服务人员 周末大约会有12到15人服务 包括开胃菜 汤 正餐 主食和甜品 共计20道菜 在几位服务人员的轮流服务之下 直到客人吃饱为止 有制住餐的享受 同时也有优质的服务 这个体验也得到了Triple's Wiser网站很高的评价 来自于各地不同的网友表示 这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 并给予满分的推荐 也在休斯顿6000多家餐厅中排名前200名 负责人告诉我们 午餐的价格是12.99 而晚餐则是16.99 因为晚餐他们将提供当天的特殊佳肴 目前该餐厅仅在印度 迪拜和美国这三个国家营业 是休斯顿少有的正宗的 有特色的印度餐厅之一 他们的地址是 8338 Southwise Freeway 59号公路和Gansner交叉口 独一处中国餐厅隔壁